他是很喜歡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雜物 或是我們覺得是廢物的東西去轉化去 然後產生新的意義 就是有些跟觀者跟社會對話的一種狀態 那像這個呢 他是用一個肖像畫的方式 那他裡面畫的其實是MM巧克力跟Celo 就是那個彩虹糖 他是把水噴在那個巧克力跟糖果上面 然後用上頭的色素去畫出同樣的圖形 因為他對於色素的東西很招呼 因為色素基本上就是一個 你說他是廢物嗎 可是他好像又有他的功能存在 然後像MM巧克力 他裡頭其實是巧克力 其實他跟外面那些色素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有點就是外在跟內在的衝突的想像 那隔壁這個 這個圈呢 明明學老師最早其實去用的 他去找一群男生在那邊仇淹 他其實一開始是排一個燕地 然後排一個圈 然後排一個圈有點像是一個寫的圈 可是那個就比較忙碌 所以他這個就是做得比較 柔軟又曖昧一點 就是他去收集他身邊的親友 像他的學生他在台北教育大學交出 所以他們學生估計應該是會躺嗎 就不躺嗎 然後他把他們這種平常 也會把玩家就會丟掉的背包收集起來 然後就是串起來 像這樣子的圈圈 然後後面的自己的作品 他其實是代表認識四個市區 就是世界上認識四個市區 然後那個再轉動這些市區 是第八市區 就是我們所在的一個市區 台灣所在的一個市區 所以他其實是藉此想要去說明說 我們有時候就是活在我們自己周遭的世界裡 其實我們也不是 讓我們知道其他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 可是就會有那個moment 其實我們的這條線是在裡面 一個地方的人是可以在一起的 對不對 就是去盤是一個 他把時間變出是一個空間的一些 那這一圈呢 對大家大家不知道 他下面是這裡 就是他請我們那天幫他換一個 真的葡萄的一個小便 就是有種真假難免的感覺 他雖然葡萄對他們變得出來 來講其實就是一個出小搞大的夢 因為葡萄也偷入到山 所以他其實這個就是代表一種 他其實想見市區講的幾個 因為是榮幸 他其實他比較想要說的是 就多數人多數人的意志 多數人的決定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他想用這個東西的牽線 那其實我們放蒸了葡萄 是因為他覺得這樣有一點真假難免的狀況 他就放去的展覽嘛 就是很多人會這樣跟他看 然後就探下去 然後藝術家就很開心 他想看這個不好保釣感的 對然後裡面呢還有這三幅呢 他基本上是被強調說 他這個是用鉛筆畫成的一個 沒有單紙的一個造型 那如果大家往前看的話 就會發現其實畫的哪支牽線 都被他用油畫畫在了畫框的上頭 對其實他是說 好像鉛筆這個很基本的東西 很基本的工具 或是我們生活中很不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做完然後他就 有點像工程生腿 其實大家就會不約掉很存在 所以他就特別無具長標數 一個基本的食物 OK 所以大家去裡面做 謝謝 謝謝 こん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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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 謝謝 Tow